偏乡人口外流问题非常的严重 屏东县高树乡为了留住乡民 从今年开始补助全乡中小学生的书籍费用 还有营养午餐费 而附近的离港乡更是另外推出了 全国最优惠的生育津贴补助 生越多 领越多 乡公所统计发现 实施三年以来 人口数量的确在逐年成长 小学生在校园玩得开心 而他们的家长更高兴 从今年起 屏东高树乡五百七十五位国中生 以及一千三百零九位小学生的 营养午餐和书籍费 全由乡公所补助 预计每一位学生补助近万元 乡公所编列两千万预算之印 只要涉及半年以上就能享有补助 莫拉科封栽后 高树乡协助核酸书菌沙石 增加财政收入 清长完乡公所七千多万负债后 将经费编列充高社会福利 寄望留住逐年流失的人口 也能吸引部分人回乡 本来以前我们乡当近 差不多三万的人口 现在为什么一直移到外面 剩下两万六千多 始终我们乡来一直很紧张 所以为什么很重视 这个血统赶快回笼回来 而临近的离港乡 同样因为核川书菌收入 除了从一百年实施国中设计 被害补助 甚至突出全国最优惠胜育津贴 第一胎补助两万五千元 第二胎五万五千元 第三胎八万五千元 第四胎十万五千元 相公所统计近三年人口数明显成长 地处偏远乡镇 产业类别不够多元化 难以吸引年轻人流向发展 相公所只能想尽办法 留住外流人口 记者李帅莫昭全 屏东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